前几天是魏赛姐 好多人 好多人把他们的天地连礼玉上玉 翡翠戒指干嘛呢? 放在这里 就这样丢进里面 加持哦 然后在Facebook上有看到 很多人看到一个照片 哇!真的好多好多 对吧? 然后好多客人会说 为什么大家把戒指丢进去里面? 为什么放在里面呢? 其实这个就是金刚鱿鱼大发炉 对 就可以把你的天地连礼玉上玉 翡翠戒指放在上面 加持 可以把牌放在那边吗? 不可以 因为大师开关的时候 就是为了我们的天地连礼玉上玉 翡翠戒指 也不一定要出一十五 这个在我们那集讲 七大特别待遇的时候 七大特别待遇的时候 其中第一点就有提到 就是戒指可以放在这个 金刚鱿鱼大发炉去charge 对 不用出一十五 平常日子也可以 那我们也知道 放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可以往不同的运气 怎么说呢? 像如果你是把戒指呢 放在这个金鱼头上 这样子是吗? 放在金鱼这里 就是望你的财运 OK 加强它的那个旺财的功效 还有呢? 如果你是说你想要望香火的话 OK 你可以放在这个香炉 OK 这里是望香火的 对 还有吗? 那如果你是说你要望你的地位 地位 望你的官运 你可以放在这个楼阁上 OK 放在楼阁上可以把它挂在这里 对 也要考技巧了哈 或者把它放在这边也可以 对 OK 这个地方 还有吗? 那最后呢就是你可以放在这个桥 哦 桥上 就是望你化险为夷 化险为夷 OK 所以是这样子对吗? 对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一枚戒指的话 那你现在就要选哦 你要选放在金鱼上 加强它旺财的功效 还是放在楼上 楼 还有桥上 然后望全力和化险为夷 对吧 那重点是 假如说你有超过一枚戒指 那就不用选 对啊 对 两枚就放两个地方 三枚就放三个地方 就可以三种不同的那个运气 财运 官运 还有那个化行为的运气 都望一望 四枚是件事 如果四枚的话更多 那我们知道 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视频 你也见过那位客人 那时候我们讲过最多的戒指多少 四五枚戒指吧 四五枚戒指吧 四五枚天地连里玉上玉 翡翠戒指 现在不止了 现在有的客人已经去了第六枚了 所以如果现在 如果你还没有天地连里玉上玉 翡翠戒指的话 那你就要快点了 连王子都带对吗 对 那如果你只有一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设想 第二枚要带在哪一支手指 像是带尾指 望贵人 对 带十指的话是望全力 或者带右手中指也可以 对 我正天才都要 好多客人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有两枚的话 可以开始设想 第三枚 人生有点目标嘛 对吗 要带在哪一支手指 望什么财富 那这样子 在大日子或平常日子 你过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 好 全部一起 在占据不同的地方 加强不同的运气 那你也知道 我们有一些recommend的蛋面 我们推荐的 翡翠蛋面 你可以找一个机会 过来 跟我们了解一下 看哪一个翡翠蛋面 适合你做你的第二 第三枚 天地连里玉上玉 翡翠戒指 换 换